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居然是一个如此让人热泪盈眶的故事 不过怎么听怎么让人别扭 尤其这铁龙明明是自己老师派来救自己的 怎么就成了李高楼的大侄子了 而且还他妈当亲儿子一样 当然康城柳一不管什么想法 那现在一定是憋在心里他不敢多说 毕竟他担心李高楼一巴掌要了他的狗命啊 虽然他自己完全不相信这个故事 甚至觉着还有点扯淡 然而他信不信不重要 重要的是铁龙信了 捧着那把尺子铁龙居然哭了 那种情感的流露 康城柳一没见过 并且无法想象 铁龙这两个字在整个岛国 就代表着一种无止境的疯狂和杀戮 现在居然他如此的脆弱 完全被情感所左右 简直无法想象啊 事实上 此时此刻铁龙到底是怎样一种情感 也就只有他自己才明白 外表越是坚强的人 内心总是有着不为人知的柔弱 毕竟如果没了这份柔软的话 又哪儿谈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人呢 而公本秦川就是铁龙心底那最柔软的地方 或者说那是他心中仅存的美好 所以当他得知他父亲现在居然还活着 他的心情自然非常激动 哪怕他是一个杀人如麻 丧尽天良的刽子手 在这一刻他也只是一个思念父亲的孩子 更何况李高楼在生死部还做了改动 在这种情况下 自然一切会按照他的计划进行 李高楼认真地说着 好孩子啊 别哭了 啊 康成柳一低着头 感觉后背都湿透了 哪怕他已经见识过李高楼 好多匪夷所思的事 此时此刻眼前这一幕 让他觉着无比恐惧 尤其是铁龙下一刻 居然朝着李高楼单膝跪地 束缚 得 这小子上套了 听到这句话 李高楼心里边就乐了 之前他就在琢磨 自己该如何对付这个铁龙 杀了他 李高楼自信有这能力 但是那一丝变故总是让他觉着不安 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是可以肯定 那一丝变故一定是铁龙带来的 于是最终他有了这么个想法 与其杀了他 倒不如用另外一种方法 让他从自己的仇人变成朋友 变成大侄 康承柳依旧感觉李高楼的话 纯粹就是骗人的 然而事实上 公本情砖的确在恶人岛第九层 只不过那个家伙无比的自私和卑鄙 所以哪怕李高楼在第九层待了那么长时间 跟不少囚徒都有着很不错的关系 可是对于这个人 他没有任何好感 之后刚巧 在生死部上确定了公本情川 居然是铁龙的父亲之后 他也就有了现在这计划 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 那自然没人可以分辨清楚 也不可能 跑到那恶人岛第九层 找公本情川去对峙 对不起 我的任务是杀了你 我现在就自尽谢罪 猛的一低头 说话时 铁龙手中再度出现了那把短刀 然后就朝自己的腹部就刺下去了 李高楼一把就把他拉住了 开玩笑 自己兜了这么大个圈子 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自杀吗 事实上 他最大的目的还是为了谁啊 公本天一 那个在生死部上都无比神秘 并且跟何高安之间有着某种牵连 偏偏又让李高楼无处琢磨的家伙 所以现在 铁龙只要回去 就会成为自己的一根钉子 这根钉子 不需要做太多的事 只要让铁龙跟公本天一之间 产生某种隔阂间隙就好了 如今的深海科技啊 包括公本天一 很多事情都需要铁龙去做 同样 也有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力量 是掌握在铁龙手里的 这个时候 自己跟铁龙硬生生扯上一层 这数值关系 那公本天一必然会知道 他知道了以后会怎么办呢 可以想象 这件事情一定会成为 公本天一的一个大麻烦 眼中钉肉中刺 一想着就各样 而给公本天一添麻烦这种事 李高楼太喜欢做了 而铁龙并没有从李高楼的脸上看到责备 也是越发越觉得愧疚 康城柳一把铁龙的表情看在眼里啊 就觉得这小子一定是鬼迷了心窍了 要不然怎么这副德行啊 这还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铁龙嘛 很是突然李高楼啊伸手指了指 康城柳一说 你带着他离开吧 这是你的任务 叔父啊 不能为难你 欠我的钱也不要了 康城柳一差点迷一屁股坐地上了 这幸福来得如此突然 简直让人呼吸都变得急促了 自己这就可以走了 你钱也不用还了 不过马上他觉着自己可能高兴得太早了 铁龙也是在片刻惊讶之后 变得更加感激和愧疚 没错啊 这是他的任务啊 可没想到自己的叔父居然如此深明大义 愿意为了自己放走康城柳一 尤其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两个人的生杀大权可都在叔父的手里啊 康城柳一咬着牙非常坚决 叔父 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 康城柳一我带走 但是他欠的钱 我会帮你要回来 李高楼连连推辞 不不不不不用 不用 你看这干啥你 不用 但是最终啊 他拗不过铁龙只能答应了 至于说康城先生 保卧心里苦啊 这种事 有什么可谦虚的呀 那反正都是跟自己要钱 有必要你们搞得这么虚情假意吗 不过 他老老实实闭着嘴 继续保持沉默 他现在说什么都可能面临危机呀 毕竟人家叔之俩 而铁龙本来以为 李高楼会让他做一些什么 针对公本天一的事 亦或者是啊 站在深海科技的对立面 但事实上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李高楼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要求 什么都没做 真的只是让他带着 康城柳依离开了 正是如此 在他离开这栋大厦的时候 他彻底认可了自己的这位叔父了 也是在他带着康城柳依上了车之后 木棉花的电话打过来了 人我已经抓起来了 接下来怎么办 之前铁龙安排木棉花 去把那叶琉璃和蔡清空给抓起来 现在这电话那就说明他已经得手了 本来他想着铁龙会让自己直接动手杀人 但是他完全没料到的是 铁龙让他赶紧把人放了 把他们赶紧送回去 小心点不能做出任何伤害他们的事 不然的话我杀了你 低沉的声音带着一丝不容质疑和拒绝的监听 他说完之后 木棉花这边懵逼了好半天 什么情况 玩呢 自己整个一下午就忙着找机会 不惊动别人然后抓人 好不容易把人给抓了 你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是把人给我放了 铁龙老大 是不是搞错了 木棉花忍不住多问一句 我怎么说你怎么做 做不好的话你就等死吧 冷冰冰的扔出这么一句 铁龙就把电话挂了 这一刻他仿佛又恢复了那个恶魔的模样 康成六一靠着后座 感受着车子朝前边急迟而去 心里那块石头确实还没落地呀 毕竟明明跑掉之后又被带回来 这种事已经发生两次了 所以这一次他一定要逃出去之后 可以确定自己真的安全了 才敢放下心 结果冷不丁的 他就听着铁龙来了这么一句 明天还钱 铁龙老大 那家伙骗你呢 你相信我 康成六一啊 这番话说得非常真诚 结果他这话没等说完呢 铁龙那把断刀就架在脖子上了 不许对我舒服不敬 不然我会割断你的脖子 再说一次 明天 还钱 我会割掉了 你怎么能不能够